大家好,我是小红 这两天呢,大莫叔叔和外国人研究协会 相继推出了自己模仿BBC制作的有关中国的阴间新闻 在叙事逻辑、浅词造具、镜头设计等方面呢 都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BBC的灵魂 巧的是,就在这几天,BBC又在给中国制造新闻 受到两位前辈的启发又作为一名新闻学子 我就打算看看这次新闻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玄机 果然,我发现了 前两天呢,大莫叔叔和外国人研究协会 BBC报道了对一位新疆女人的采访 这个女人指控她在新疆的培训学校 也就是所谓的集中营 她在那儿遭受了强奸、轮奸 而且描述了很多强奸细节 我看完之后大胡匪夷所思 于是我又去翻看了这两年外媒关于她的其他报道 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她2020年2月接受了BuzzFeed的采访 采访中明确说了我没有受到欧打或虐待 时隔一年,她突然想起来自己被强奸过 又比如她之前说在那儿没有人讨论过强奸 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事 现在她却笃定地说 妇女们每晚都会被带出去强奸 还有这人说强奸很普遍 仿佛人尽皆知 除了事实的自相矛盾 她还有很多逻辑上的问题 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 真的每晚都抓那么多人去强奸 现在又一个个放出来 那她是觉得自己口碑太好了吗 强奸一批人再把他们放出来说话 再比如一个宿舍关了数十个人 几个摄像头全天拍 上厕所都是用统结这种不堪入目的生活细节 这种侮辱她可以憋这么久才说 不知道之前是她没意识到这个也能说 还是谁忘记告诉她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发现这个女人的很多叙述 把电影电视剧桥段用作新闻画面十分合适 仿佛她的描述就是来源于这里 比如描述监狱构造和生活 可以用这段 比如描述集中营的惨状 可以用这段 再比如描述轮间的细节 可以用这段 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某国待久了 那儿的电影看多了入戏了 还借助BBC这个平台来一展身手 2月9日 环球时报也对BBC这次漏洞百出的新闻进行了深度解析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借大漠叔叔的话 咱们遵循BBC先有结果后有证据的原则 只要有设备 制作一个BBC时的新闻真的手到擒来 但是镜头自然的呼吸感 为一个国家专属定制的调色滤镜 真的是我们新闻学子应该去学习的吗 真的是被给予信任的媒体应该去秉承的吗 为了达到目的而去创造事实 真的可以一直对自己说 It doesn't matter吗 明年就是BBC成立的第一百年了 但这样的水准真的不会这样的年龄 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美好 媒体还可以有很多作为 而BBC这样的媒体 却带着偏见和孤傲去看待这个新世界 用意识形态去创造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实 摄像机用来记录世界 而有人却用它来撤荒 这次BBC有关新疆的污蔑 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虽然我只是一个学生 但我想面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 用事实回击重伤者吧 何况我还专业对口呢